Hello 大家好 又是Tiger仔的時間 今天這段片比較特別 因為今天會有人來訪問我 就是這個《驚世日報》的記者 在網上看到我的YouTube頻道 說想讓人認識一下我 所以就幫我做一段訪問 這段片就會訪問616我訪問的花水 拍一拍些人怎樣拍我等等 記者還未到 大約3點他們會到 還有這個10分鐘的時間 那我現在就準備一下再看一看 看熟一點我訪問 待會訪問問題要回答的東西 你有沒有什麼樣子 我都說我用A7 哦 很硬 你肯定是挺好的 是 是的 這部機器不是說可以 安裝在電話上 然後螢幕打開去看 先打燈 你們喝杯茶嗎 哦 我不用客氣了 有喝杯茶也有 小心啊 因為現在是比較高硬 我打你 我現在才會帶吹的燈 現在不是說我訪問了 不戴口罩也可以 剛才問了爸爸媽媽 之後問了爸爸媽媽 才會指示 但如果之前有話想說 絕對可以說 對,好像偏偽一樣 日本基本上每個地方 通常說九州、本州、北海那裏 說出來很多地方都會跟他們說 即是沒有心進去說 每一個外面的地方都跟他們說 因為他們很喜歡 幾歲已經很難 他們心中周圍 以前來講真實話說 但可能現在的約會 你爸爸當初反對你和我一起 是對的 要不然 你不是和我一起 你會 很辛苦 即是可能 你和別人一起回家 很開心 但和我一起 你都很辛苦 他回家的時候 心情說我 心情沒有那麼大間的東西 那麼那麼大間 自己收拾 他回家的時候 跟他沒有怎樣 他又不會在他面前想 他沒有那麼大間的東西 雖然我有這個病情 我是不是在家裡 我身上會豪福 我媽媽都可以照理你 或者是 情緒上 一直都會有抵抗 你會不會跟他們 有什麼方法可以哄我 很開心 很棒 說笑 聊聊電子 就是這樣 其實我想問你 Youtube真的拍了那些影片 可不可以 剪一點點下去 我們的影片 都可以 是 拍照是你的 都可以 好 剛剛就終於做完這個訪問了 搞到差不多現在 這個晚上的7點鐘 本身就說3點鐘已經到6點鐘 但是訪問太多問題 和太多話說了 所以最後是總共訪問了4個小時 而且這次訪問 跟著 還會有下一次的訪問 下一次就會 拍一拍我拍攝的過程 和放航拍的過程 所以一個幾日就會去這個大埔海賓公園 錄下一段的訪問 所以一個幾日我們又會錄給大家看的了 4-6天後 謝謝東尼叔叔 今天就來到這個大埔海賓公園 幫英國《經濟日報》的記者 受一個訪問 他今天會拍一拍我 那個記者會拍一拍我 拍照的過程 放航拍 和我拍片的過程 我亦都會拍一拍這段片 我亦都會拍一拍 今天記者拍我的花水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看我的頻道 支持我的頻道 我們現在就約這個《經濟日報》 記者在這個回機 回歸塔那邊等 我們現在就由這個 海賓公園正門走進去 我們現在就等著攝影師來 攝影師12點才到 因為現在11點半 所以記者就說拍了一些其他的照片 先等著攝影師來 我們現在會拍照的現在就 我們現在會拍照的現在就 我們現在就會上這個回歸塔上面 一拍照 因為回歸塔上面的景 有個湖位就比較漂亮 就會上去取客景 說實話其實大埔海賓公園 我已經從小過來直到現在 其實都是一個童年回憶來的 小時候會來這個海賓公園放指標 踩單車 因為其實大埔海賓公園就很近 很漂亮的 所以小時候交遊的地點 其實這個真是一個走選 所以海賓公園對我來說 真是一個情意結 一個童年的回憶 大家看一下今天天氣 也是很好的 也都很幸運 因為其實今天又是打風的前夕 過幾日又打風了 這陣子都不知道做什麼事 打風 很幸運今天遇到好天氣 真是開心 所謂天氣的影響人的心情 真是 有好的天氣人都心情好些 今天真麻煩了摺影師和記者 辛苦他們幫我錄東西 很遺憾現在疫情又開始 越來越不穩定了 所以這次應該在最後好像出街了 然後第四波疫情又來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就可以出街了 不過香港人加油 我們一定會捱過這次的 而且當然要多謝醫護人員和清潔工 我們現在又走到這個海邊 回到這個一田 回到一田我就會看一看電腦屏幕 這段影片今天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這段影片 就記得做GSL三部曲 另外訂閱先記得按鈕仔 選擇全部 下次一出新片的時候 大家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了 大家麻煩記得訂閱 麻煩了 拜拜 拜拜,我是Tiger仔